如果加入自动追踪子弹会发生什么 自动追踪子弹顾名思义 就是使用这种子弹 开枪之后子弹会自动追踪敌人 保证每一发子弹都会命中 正这样会有什么改变呢 一 只会在空头刷新 追踪子弹听他的效果就知道很强 使用之后根本不用瞄准 子弹会自己往敌人身上打 如果这种子弹泛滥那就不好了 所以到时候肯定会设置成只在空头刷新 而且数量也不会多 一次一缩子差不多 二 钢枪将无敌 加入这种子弹的话 那钢枪是无敌的存在 高手大神都钢不过你 因为他们钢枪还要压枪 很可能五发子弹中四发 十发子弹中七发 而你是百发百中 这敌人怎么合理钢呢 所以到时候能捡到追踪子弹的 钢枪是没有对手的 最后决赛圈用吃剧率会大增 三 单发剧不会用追踪子弹 但这么改肯定有一种枪不能用追踪子弹 那就是单发剧 因为单发剧是爆头打伤害的 追踪子弹肯定打的是身体 不然枪枪打头就更变态了 而打的是身体 单发剧就没有作用了 很可能要几枪才能击杀 单发剧射速又慢 追踪子弹根本发挥不出优势 所以单发剧是肯定不会用追踪子弹的 小伙伴们 在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哦